我全名是羅雲寧,通常人們都會叫我小楓 我的生理性別是女性,我會定義自己是一個女性 對我來說,男同女以外也有很多可能性 Gender Queer,即是性別學語 是一個在西方新興的術語 用來稱呼一些不想被簡單歸類為男性或女性的人 和一般的跨性別人士有所不同 我小時候很喜歡長頭髮 我又有一條很喜歡的裙子 其實不清楚,但這就是我很喜歡的一條粉紅色的裙子 這張照片可以表達了不是每個男性 不是每個跨性別或是Gender Queer的人 小時候都一定是有Cross Dressing experience 我青春期以後都是比較忠誠的 我都比較抗拒一些所謂很女性的東西 例如makeup或者比堅尼這些很鮮明的很女性的東西 雖然小楓和她妹妹在同一個環境裡成長 但是兩個人對自己性別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 我心目中姐妹是可能一起逛家一起扮明 她又不是很遠處這些東西 我就是家裡比較知情那個 所以就跟她有時候是有些距離 就是沒有平時姐妹那種 大家可以share衣服穿那種感覺 你知我們始終是女校 其實女校一直大家都知道 會有很多所謂TB的出現 而大家一開始都會覺得 她就是其中一個TB 直到我想是 亦都是我說中四那一年打後 開始聊天 然後她才有和我分享 原來她有這樣的想法 我又不是真的完全是一個TOMBOY 因為人們覺得TOMBOY 我想最主要是TOMBOY 就算她都可能不喜歡自己的胸部 或者很抗拒月經的 但是她們可能不會覺得自己不是女婿 我中學的時期 我爸爸不喜歡我玩運動 我想我猜 她不想我玩運動的其中一個原因 亦都不想我變得很男子頭 所以去到大學 那我就真的不用被爸爸掌抓住 於是就去玩不同的運動 中學開始 Natalie已經是小豐的好朋友 她亦都見證著小豐的變化 我也知道她進來一年之後 已經有開始參加很多長跑 或者是cross country的跑步 這些都是漸漸看見她 都跑得挺有成績 除了跑步之外她亦都有玩蛙艇 龍舟 我也挺驚訝她真的玩到去代表香港 或者代表HKU參加不同的比賽 去不同的國家比賽 例如我約她出來 她就說我要去健身 之後就知道她是一個很有規律去練習的人 以及會重視這個團體的成績 尤其是運動一個男女好意圓的一種實踐體驗 你會看到其實都令到我反思很多關於性別的想法 小豐在大學畢業之前 將她對性別的反思製作成一段短片 她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電影節鋁獲殊榮 我無的視野只有一半 我就希望用一個比較不同的方式 其實去呈現跨性別的人 或者是一些小眾 都可以有自己的聲音 去挑戰這些所謂的 比較傳統的傳統的傳統 即是一些比較傳統的 我們見到的都是坐在那裡做面試 其實是比較普遍的一種形式 愛情和權力 我們將自己分裂 好讓我們走到失去的 其實在香港的狀態 很普遍的就是我們跨性別的朋友 都很著重在手術方面 不過我經常都會想 除了手術以外 會不會有其他方法 可以達到你完美的身形呢 其實最主要可能我確認是一個胸部 如果胸部可以做到一個胸肌的效果 其實我也不需要做手術 因為做手術其實都是想 拿走它裡面的所謂乳腺和脂肪 其實脂肪可以變成肌肉 於是我在三年之前 就開始接觸健身 偶遇之下就認識到現在我的教練 而我的教練 我們一起做了一些訓練 大概一年之後 他就鼓勵我去參加 去試試參加健美比賽 我現在基本上都是雞胸飯 還有蔬菜 我一天吃兩次飯 但是去到準備比賽 我們就會剪掉所有油膩 煎炸 就是出街吃的東西 其實我準備比賽都準備大半年 在那大半年期間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穿過比堅尼 其實我又很抗拒穿比堅尼 我覺得這些不是我穿的 到後來我慢慢對於我自己 對於這種看法慢慢改變 我就慢慢發現 其實衣服很忠誠 只不過我們放了很多性別的元素 在衣服上 所以我們才覺得 這些是女人的衣服 會不會穿的 或者這些是男人的衣服 會不會穿的 因為始終健美也是一種表演 人家怎樣看我是一件事 但最重要是我怎樣去理解 或者我怎樣去看這些不同的元素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變成你不會很介意 究竟那些東西 是不是很女人 或者是怎樣等等 我一開始已經當小鋒 是一個女生來看待 所以在我們訓練之餘 我們有一個朋友的關係 很多不同的話題都可以談到 可能談到異性 甚至乎男生很喜歡談 或是打機 甚至乎買球鞋的經驗 我會覺得她這樣 她很開心 我也很舒服 無論是上班 或者在街上 或者買菜 做日常生活的事情 其實大部分時候 人們都會 其實是別人理解我是男性 而我覺得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很舒服的 但同一時間 譬如我在健身 在比賽 在運動上 我又會將自己 放在這個女性的category 因為我是去女健身室 或者去女更衣室 去女更衣室 其實會遇到很多歧視 我想你都可以想像的 除了有一個很不友善地去詢問 或者質問你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 之外可能有時候會跟我吵架 又或者他們會不相信 我覺得我是男人 走進去欺騙他們 或者看他們 我在接觸小峰之前 我對於一個 尤其是女性的跨性別人士 我是有多少誤解的 但我認識了小峰之後 我對這些事完全改變 一個跨性別人士 只要他們肯付出努力 一定會達到他們成功的一步 香港跨性別的社群 其實是幫我認識自己 我都很希望我可以有些貢獻 告訴其他可能將來是跨性別的人 或者現在已經是的人 就說少眾的聲音 都是值得被聆聽 亦都需要被聆聽 後來就這樣看 《年紀片》 《月末時的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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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